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分材料都是糯米 不好消化也很容易腻 这时候就需要一杯葡萄酒来救救急 葡萄酒中的酸能开胃解腻 促消化 白葡萄酒中的高酸可生精开胃 亦能促进胃酸分泌 抑制细菌繁殖 帮助消化粘粘腻腻的糯米 至于红葡萄酒 其中的丹宁可以增加 肠道肌肉系统中平滑肌肉纤维的收缩 调整结肠的功能 同样可以帮助健胃消食 为了搭配甜粽 我们挑选的这支德国雷斯令甜白 德国葡萄酒主要分为两个等级 第一大等级是日常餐酒 其中包括了德国葡萄酒和德国地区酒两个等级 而在德国 只有极少数的葡萄酒归为这两个等级 绝大多数的葡萄酒属于第二等级 优质葡萄酒 在优质葡萄酒等级中又分为 葡萄产区的优质葡萄酒QBA和高级优质葡萄酒QMP 高级优质葡萄酒包含五个不同种等级 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支又属于晚收 晚收葡萄酒的酒体饱满 带有柑橘 菠萝等水果的味道 为了搭配咸葱 我们挑选了这支法国桃红 酒庄位于浪漫的普罗旺斯 在2008年的时候被好莱坞明星 安吉利拉朱莉和布拉德匹特收购 于2012年出产的第一支桃红 一出世就进入了当年的葡萄酒百大评选 并且是唯一一支入选的桃红 称它为第一 绝不为过 非常友好的瓶盖 终于不用开酒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口感很清甜 这个是花香调的 关于葡萄酒和粽子的搭配 若是咸粽 推荐搭配口感清淡的干红桃红 若是甜粽 则可以搭配起泡酒甜白的 糯米 还是占了粽子用料的大部分 不适合搭配酒体过重的干红 你这个理论实践以后 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因为在甜粽的衬托下 干琴的酒会令口感变得更加苦涩 干杯 祝大家端午安康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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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